民间故事 银道渊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徒弟被骂银道 告他残忍奸杀皇甫丫鬟 师父却忙着去逛妓院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师父这么不靠谱 师父说了 别冤枉贫道 贫道是为了帮徒弟洗刷冤屈 却说青云山三居关的道士 燕丘云六岁上山 跟随师父李清学修道已经十年了 李清道是驱鬼画符 问挂占卜 行医炼丹 什么都会 可燕丘云却只学了医术一样 不是李清道是不肯教 实在是燕丘云有些傻乎乎的 只有医术这一门还有点悟性 其他的教一样 学费一样 气得李清道是直翻白眼 眼看着自己一身的本领就要失传了 李清道是决定下山 去找一个聪明伶俐 愿意修道的孩子做官门弟子 李清道是一去就是两年 燕丘云只得一个人守在三居关里 好在不时有人上山 来请燕丘云去看病 还不是很寂寞 这天皇府老管家 来请燕丘云去给黄老爷看病 燕丘云得知黄老爷的病是老毛病 并不紧急 就让老管家先走 他随后就到 燕丘云把看病的东西收拾好了 便下了山 夏天的太阳十分赤裂 走到半山腰的时候 燕丘云已经是满头大汗 汗流加倍了 燕丘云热得不行 突然想起不远处有个水潭 潭水清幽可爱 不如去洗个澡 凉爽凉爽再赶路 燕丘云来到了水潭 正要脱衣服下水 突然看见一个女子在里面洗澡 那个女子背对着燕丘云 上半身裸露在水面上 脊肤如玉 滑腻如枝 绣发如墨 身形玲珑有致 仅仅是背影 就让人觉得她美艳不可方物 燕丘云不由地呆呆地看着女子 嘴角流起了哈喇子 女子一转身 燕丘云看清楚了女子的模样 二十出头的年纪 面若芙蓉 眼似秋水果然是人间游物 女子发现了燕丘云 惊叫起来 连忙沉入水中 似一条鱿鱼一般 滑入了水潭深处 女子的叫声惊醒了燕丘云 燕丘云回过神来 满脸通红 想转过身去不看女子 又舍不得 女子生气极了 立声呵斥燕丘云不要脸 燕丘云这才恋恋不舍地转过身去 磨磨蹭蹭地离开了 燕丘云十八岁了 本来就是少年慕爱的年纪 女子又是那般的美丽迷人 让燕丘云如何不心动 不过对那个女子 燕丘云也只能想一想 燕丘云开始学道的时候 师父就说了呢 一不许吃婚 二不许娶妻 虽然离开了水潭边 但燕丘云满脑子都是 刚才那个女子赤裸的背影 美丽的容颜连走路都心不在焉的 顶着烈日走了一刻钟的样子 燕丘云的前方出现了一个破庙 便进了破庙歇息一下 燕丘云坐在地上 掏出干粮吃了几口 觉得十分困倦 不由地打起盹来 睡梦中 燕丘云又看到了那个女子 女子对着燕丘云一个劲地笑 还主动亲吻燕丘云 燕丘云激动极了 想挥吻女子又怕失负责怪 一着急就醒了 谁知一看 那个女子竟真的就在眼前 只见女子背着一个药篓 也在破庙里暂逼烈日着烤 见燕丘云醒来了 女子上下打量着燕丘云 突然问道 小道士 你多大了 燕丘云的脸又红了 结结巴巴地回答道 十 十八岁了 小道士还没娶妻吧 女子笑盈盈地继续问道 没 没有 燕丘云的心怦怦直跳 师 师父不准 做道士的是不是不许吃荤呀 女子好奇地问道 不是都不许吃荤 燕丘云不敢看女子 又想看女子 借着回答的机会 多描了女子几眼 见女子似乎有点失望的样子 燕丘云以为是自己回答的不够详细 连忙补充道 道士有两种 一种试证一道 他们是可以吃荤成亲的 向我们全真教 就不可以吃荤成亲 女子一听 一副又惊又喜的样子 把燕丘云看了又看 只看得燕丘云脸似火烧 才问道 小道士叫什么名字 以后若是想找你 到哪里去找 频道名叫燕丘云 就在山上的三居关注 燕丘云低头道 女子笑道 知道了 过几天就到三居关去找你 说着 女子把药搂背上 静止走了 燕丘云看着女子离去 心扑通乱跳了好久 才渐渐的平静了下来 又赶了将近一个时辰的路 燕丘云才来到皇府 老管家已经在门口吼着了 黄老爷的病并未大爱 亲自出来迎接燕丘云 还说燕丘云赶入辛苦了 先休息一下 明天一早再给他诊脉看病 燕丘云见黄老爷没有什么病容 也就不着急了 洗漱之后便来到客厅吃饭 见饭桌上摆着的都是山珍海味 燕丘云连连摆手 说他吃素不吃昏 黄老爷从善如流 立刻吩咐撤了饭菜 重新给燕丘云做一桌素菜 燕丘云吃过饭后 黄老爷让丫鬟碧云服侍燕丘云去歇息 碧云十七八岁的样子 身材苗条 模样清秀 稳稳柔柔的应了一声势 便上前来服侍燕丘云 燕丘云连忙摆手 说自己不用服侍 只要碧云姐姐带路就行了 听燕丘云叫自己姐姐 碧云不由的多看了燕丘云几眼 对燕丘云更殷勤了 第二天一早 燕丘云给黄老爷把脉 发现黄老爷只是有些弱症 其他的并没有什么 便给黄老爷开了一些补药 见燕丘云开好了方子就要告辞了 黄老爷犹豫了半晌 请燕丘云留步 说自己还有病要治 燕丘云奇怪地看着黄老爷 黄老爷咬咬牙 低声对燕丘云道 不满小道士 唯有万贯家财 却只有一个女儿 我想生个儿子 那了十房妾 有三个妾还是生过孩子的 妻不必说 年纪大了点 可那十个妾 他们没有一个能怀上身孕的 还请倒是帮我看看 我的身体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了 燕丘云恍然点头 难怪老管家要跑那么远去请自己 原来黄老爷真正想要看的病是这个 一个男子不能让妻妾怀孕 是很丢脸的事 黄老爷肯定是不想让这件事泄露出去 被人指点 这才没有请附近的郎中 而是去请自己 燕丘云心里暗暗地猜夺着 燕丘云再一次给黄老爷把卖 可他的医术只有那么高明 把了半天卖也收不出个所以然来 见黄老爷一脸稀奇地看着自己 燕丘云不忍心告诉黄老爷 自己诊不出原因来 便说自己还要去查一查医书 才能确定病因 两人正说着话 一个女子鸟鸟停停地走了进来 燕丘云一看 心不由得剧烈地跳动起来 进来的竟然是昨天在水潭里洗澡 泼庙里和燕丘云说话的那个女子 见了燕丘云 女子一脸喜色 高兴道 还想着到三居关去找你 没想到你竟然已经来我们黄府了 黄老爷见了女子 一脸喜色 向燕丘云介绍道 这是我的九姨娘 燕丘云连忙给九姨娘行礼 借着行礼的机会 又多看了九姨娘几眼 九姨娘对着燕丘云奄然一笑 大大方方的道 不要多礼 叫我妹娘也行 黄老爷在一旁呵呵笑道 妹娘也回医术 你们两人可以好好探讨一番 燕丘云心里一起 连忙请妹娘不吝赐教 妹娘的大眼睛瞟了燕丘云几下 娇声道 我会的不多 还要向小道士多多请教呢 燕丘云刚刚平静了点的心 又剧烈的跳动起来 就这样 燕丘云在黄府住了下来 和妹娘一起研究黄老爷的病情 研究了两天 燕丘云一点头绪都没有 觉得很不好意思 就要告辞 妹娘赶紧挽留燕丘云 看着妹娘那回说话的大眼睛 一炸不炸的盯着自己 燕丘云心里一荡又留了下来 转眼十来天就过去了 燕丘云在黄府已经很熟悉了 在这里 吃住有碧云照顾着 又有美若天仙的妹娘时刻陪伴着 燕丘云简直乐不思数 这天晚上 天色已经不早了 可妹娘还待在客房里 和燕丘云谈论黄老爷的病情 其实对于黄老爷不能让妻妾怀孕的病 燕丘云根本没有什么方法治疗 到时妹娘还有一些见解 只是和三居官比起来 黄府就像天堂一样 让燕丘云舍不得离去 于是就装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天天和妹娘商讨着 如何给黄老爷治病 夜色更深了 黄府的奴仆们都已经歇息了 四处静悄悄的 妹娘烹好茶 亲自端给燕丘云喝 看着妹娘迷人的笑夜 燕丘云心里惬意极了 但想到师父说的不许娶妻 加上妹娘又是黄老爷的妾 她还是艰难的开了口 说天色已晚 妹娘该走了 妹娘有些哀怨的看着燕丘云 嘴巴微微嘟着 似乎在责怪燕丘云不懂风情 燕丘云不禁口干舌燥 把妹娘倒的茶一口喝干 自己又倒了一杯 一连喝了好几杯茶 燕丘云狂跳的心 才勉强安定了一些 妹娘嫣然一笑 把茶具茶杯收好 身姿绰约的走了出去 目纵着妹娘离去 燕丘云突然觉得特别想睡觉 一头栽倒在床上 就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 在梦中 燕丘云又梦到了妹娘 她和妹娘在一个天堂一般的地方 追逐嬉闹着 男儿没有黄老爷 也没有师父 第二天 燕丘云一觉醒来 发觉自己从天堂 一下子掉进了地狱里 她的身边竟然躺着 已经死去了一丝不挂的碧云 看着碧云惨白如纸的脸 燕丘云惊慌失措 一下子跳下了床 突然发现自己竟然也是光溜溜的 什么都没有穿 燕丘云更加害怕了 四处寻找自己的衣服 在地板上 燕丘云发现了自己的衣服 哆哆嗦嗦的抓起衣服正要穿 这时 门被敲响了 黄老爷在外面喊燕丘云出去吃早饭了 黄老爷怎么会突然来了 燕丘云更加慌乱了 手脚哆嗦的连衣服都穿不进去 好不容易燕丘云才套上了一条裤子 可黄老爷叫了几声 没有听到燕丘云回答 竟然直接推开门进来了 见了床上避云白花花的尸体 床前只穿着一条裤子的燕丘云 黄老爷气得浑身直抖 不顾一切的大喊起来 你这个淫道 快来人啊 抓淫道啊 好几个仆人涌进了屋子 把失魂落魄的燕丘云抓了起来 黄老爷气得嘴唇都白了 拉下去 给我往死里打 燕丘云白口莫辩 被几个仆人七手八脚的拉了下去 举起板子就打 几板子下去 燕丘云疼得嘶声大喊起来 这时妹娘突然来了 制止了仆人 向黄老爷苦苦哀求 不要把燕丘云打死了 黄老爷气愤道 这个淫道 奸杀了碧云 不打死他 碧云九拳之下都闭不上眼镜 妹娘再次苦求黄老爷 燕倒是也是一念之差 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 黄老爷冷哼了一声 算是答应了 转身就走 妹娘吩咐把碧云抬走 暂时放到柴房里 把燕丘云放到了床上 见大家都走了 妹娘沉吟了一会 对燕丘云道 老爷只是暂时饶过了你 你要想活命 我这里有个办法 就看你肯不肯了 燕丘云眼泪直流 哽咽道 贫导是被冤枉的 昨晚上 贫导睡得很早 碧云姐姐什么时候来的 贫导都不知道 一觉醒来就看到 碧云姐姐死了 贫导是被冤枉的 妹娘有些不耐烦的 皱了皱眉头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 碧云没穿衣服 死在你床上 你说你冤枉的谁信 如今之际 只有想方设法 让老爷消了气才行 那 那怎么办 燕丘云眼睛巴巴的看着妹娘 老爷求了一个偏方治病 需要三前心头血 若是你肯献三前心头血给老爷 老爷一定肯饶了你 妹娘道 燕丘云眼睛瞪的老大 听到要是献出三前心头血 那不就没命了吗 还用得着黄老爷饶命 你不会没命的 不是还有我吗 我来给你取血 保管你没事 妹娘拍着胸口保证 其实妹娘是骗燕丘云的 燕丘云如果答应 取三前心头血 她肯定活不成 燕丘云是行医的人 知道取心头血的厉害 因此一直在犹豫 不敢轻易答应妹娘 见了燕丘云半天 犹豫不决的样子 妹娘心里不禁烦闷起来 要不是取心头血 必须得让燕丘云同意并且配合 才有效用 妹娘昨天晚上就对燕丘云下手了 原来妹娘是一族女子 有一身好衣术 因被一个汉人书生所骗 被卖到了青楼里 妹娘抵死不肯接客 要服毒自尽 当时黄老爷也在青楼里 见了妹娘 觉得他可怜 就花了一千两银子给妹娘赎身 妹娘来到了皇府 一口就答应了给黄老爷做妾 唯一的要求是替他找到那个书生 他要亲自报仇 黄老爷找到了书生 把他带到了妹娘面前 妹娘给书生服了毒 看住书生哀嚎着死去 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心愿已了 妹娘便安心给黄老爷做了妾 在皇府两三年 妹娘发现黄老爷那么多妻妾 包括自己没有一个怀孕的 就给黄老爷诊治 这才发现他竟然被人下了绝子药 黄老爷悲愤欲绝 他家财万贯 却只有妻子王氏给他生了一个女儿 这偌大的家业由谁来继承 通过明察案法 黄老爷得知是王氏给自己下的药 原因是王氏生了一个女儿后 见黄老爷左一个右一个的妾王府里那 几乎不进自己的屋 担心以后哪个妾生了儿子 自己和女儿的日子不好过 就去买了绝子药 王氏原本是要给黄老爷最宠爱的那个妾下药的 谁知机缘巧合下 要被黄老爷吃了 黄老爷怕家丑外扬 就把王氏软禁起来 然后暗暗的找郎中诊治 希望把自己治好 可请了好几个郎中都没有用 这时妹娘想起了一族有一种药 可以治好黄老爷 不过那种药除了需要一些草药外 还需要处女的三碗血 和常年吃素的童男子的三前心头血为药益 处女好找 黄府就有 但常年吃素的童男子却不好找 尤其这心头血 还得在人家愿意并且配合的情况下 取出来才有效 这让黄老爷为了男 一年多都找不到合适的人 妹娘决定先去把草药找齐 再寻访合适的男子 于是上了青云山去采药 遇到了燕丘云 经过询问 得知燕丘云符合条件 心花怒放 赶紧把药采齐了回来 回到黄府后 看到燕丘云已经在黄府了 妹娘更高兴了 和黄老爷合谋 先把燕丘云留下来 天天和燕丘云讨论黄老爷的病情 然后让毫无防备的燕丘云 喝下了迷药 把被取了血昏迷不醒的碧云 脱干净了衣服 放到燕丘云床上 没想到碧云失血过多 竟然死在了床上 于是燕丘云被扣上了 奸杀碧云的罪行 见燕丘云还没下定决心 妹娘冷冷地道 你若是不答应 只怕老爷会把你送去官府 到时候不仅你名声扫地 恐怕还要连累你师父 听到妹娘提起师父 燕丘云好不容易止住的泪水 又哗哗地流了下来 燕丘云是个孤儿 要不是师父收养早就死了 如果黄老爷去告关 自己肯定会被判个阴间杀人 一命长一命 到时候师父的脸往哪里割 燕丘云想到这里 更加悲伤难过了 抽气着点了点头 答应了让妹娘取三钱心头血 妹娘十分高兴 马上把取血的东西准备好了 她非常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为此十分积极地四处采药 亲自勾着燕丘云不让她离开皇府 一步一步地让燕丘云上当 妹娘让燕丘云把胸膛露出来 拿出一根几寸长的银针 就要从燕丘云的胸口插进去 这时 门口传来一阵喧哗声 门哐当一声就被推开了 李清道士大踏步地走了进来 立声呵斥道 助手 燕丘云见到了师父 又惊喜又愧疚 不由地喃喃喊了一声 师父 眼泪又流了出来 妹娘大吃一惊 鼓气冲冲地问李清道士是何人 怎能擅自闯入他人的住宅 这时黄老爷闻讯打来了 见了李清道士 也是大声责问他是什么人 李清道士冷笑几声 没有理会黄老爷和妹娘 只是吩咐燕丘云把衣服穿好 黄老爷更生气了 一爹声地吩咐府里的仆从赶紧去报官 说家里闯入了强盗 李清道士冷冷地看了黄老爷一眼 大声道 报官 正合贫道之意 说着拉着燕丘云就走 几个仆人上前阻拦 李清道士撒出几张符纸 符纸化身为几个奇形怪状的东西 对着仆从露出锋利的牙齿 吓得几个仆人连连后退 李清道士带着燕丘云出了黄府 回头对着追过来的黄老爷说了一句 官府见 原来李清道士虽然出去找官门弟子去了 但心里一直牵挂着燕丘云 这天他的心血突然一阵翻涌 连忙掐指一算 算出燕丘云有性命之忧 急忙赶了回来 见李清道士带着燕丘云头也不回的 往县崖方向走去 黄老爷不由得有些慌了神 碧云的尸体摆在那儿 根本还是黄花大闺女 官府一宴就会露馅 妹娘也想到了这一点 见了李清道士用完过后 三落在地上的符纸 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夫在黄老爷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黄老爷眼睛一亮 点了点头 没过多久 放着碧云尸体的柴房突然走了睡 把碧云的尸体烧成了灰 接着黄老爷就和妹娘坐上了马车 赶往县衙 黄老爷到前面去应付李清道士 妹娘带着一箱珠宝到后堂去拜访县令夫人 李清道士带着燕秋云上堂 把一点一一说出 其一 燕秋云如果奸杀了碧云 为何不逃走 其二 燕秋云老是憨厚 为何会突然犯下如此罪行 其三 燕秋云住的地方 四周都有人 燕秋云犯罪之时 为何没有一个人来制止他 先令大人连连点头 黄老爷反驳道 燕秋云和其师父一样 灰道术因此能神不知鬼不觉的犯罪 至于为何不逃走 可能是胆子太大 又或者是太劳累了 因此没有及时逃走 李清道士笑了 贫道这徒弟 就学了医术一样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学会 黄老爷一翻白眼 你说没学会就没学会啊 两人各知一词 争争吵吵 先令大人 一时也无法判定谁对谁错 这是后堂出来一个仆人 扶在县令大人耳边说了几句什么 先令大人马上乐开了花 当即判定 燕秋云犯罪证据确凿 把燕秋云交给黄老爷处置 李清道士大喝一声 慢着 贫道还有证据 可以证明徒儿燕秋云 没有奸杀黄府丫鬟 请大人派人去验一验碧云的尸体 先令大人看着黄老爷 黄老爷一脸的悲愤 大人 这妖道临走时 用妖术点了一把火 把碧云的尸体烧成了灰 这就是证据 说着把福祉递给了 县令大人看 县令大人点点头 李清道士一看 这县令明显在袒护皇家 又道 大人 如果贫道能够证明徒儿燕秋云还是童子深 是不是就可以证明 他没有奸杀黄府丫鬟 黄老爷和县令对视了一眼 都觉得女子才可以证明是否处女 男子证明童子深 从没有听说过 便答应了李清道士 李清道士请县令 给他一个时辰的时间 他马上就能证明燕秋云是童子深 李清道士匆匆赶到了妓院 找到了老宝 开口就要点一名酒精沙场的妓女 老宝奇怪的看着李清道士 说现在还不是妓院开门的时候 李清道士扔了一大钉银子给老宝 老宝立即答应了李清道士 李清道士把妓子带到了县衙 请先令给他准备四个成了亲的男子 四个同男子 先令一头雾水 还是给准备好了八个男子 李清道士当场从妓子手指肩上取了谢 滴在八名男子的手臂上 只见成了亲的男子 手臂上的血马上散开 儿童男子手臂上的血凝结成珠 一直不散 接着又把燕秋云带上来 李清道士把妓子的血滴在燕秋云的手臂上 也是凝而不散 这下黄老爷和县令哑口无言了 先令大人迫于无奈 只好判了燕秋云无罪释放 从县衙出来后 李清道士责备燕秋云 没有坚守本心才会背色索迷 差点死于非命 燕秋云红着脸 连连点头 傻乎乎的问李清道士 怎么知道他还是童子深的 李清道士恨铁不成钢的点了一下 燕秋云的脑袋 你昏迷了一晚上能做什么 燕秋云黑黑直乐 幸亏自己昏迷不醒 要是醒着 他还真不能保证自己能否把持得住 那就成了真正的引导了 时光匆匆 转眼两年过去了 黄老爷和妹娘四处寻找 终于找到了一个符合条件的男子 取了心头血 黄老爷服药后 妹娘终于怀了身孕 生了一对龙凤胎 黄老爷喜不自胜 妹娘也是高兴的何不拢嘴 三居观礼 李清道士冷笑着告诉燕秋云 那是碧云和被取心头血的男子头的胎 好戏还在后头呢 果然 两孩子七岁那年 竟然把妹娘配置的要给黄老爷和妹娘 下到了茶水里 让两人大病一场 两人的病还未好 两孩子又挽起了火 把黄府烧得精光 黄老爷和妹娘都在病中 无力逃走都死在了大火里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